我認為設計其實它有從小到達 是在我們生活中裡面每個面向都會發生的 可是有時候我們其實會忽略到一些比較大層面的東西 或者是我們關注的對象有時候會比較跟我們的生活有關 我們想要談的設計比較不是我們可能一般直接想到的那個設計 這個設計可能是應用在他們怎麼去設計他們公司 設計這個品牌包括它的品牌定位 然後再把這個設計應用到他們的經營方式上面 設計發生在不同的地方 可能包含我們其實平常比較少關注社會上的一些社會議題或弱勢的團體 那也包含說從地方長出來的一些力量 從土地長出來的設計 我們可以看到地方的這一大群人為地方做的努力 以及年輕人的回到家鄉 開始看到地方它特有的一個特色 還有它的可以將這個特色轉化成一個設計的元素 有時候還包括是一種體驗 也許它是味覺的 然後它是進到那個空間環境的氛圍裡面的 甚至是一座城市怎麼樣去對外去說明自己去表達自己 那以及從這些設計怎麼樣進到一個政策的制度裡面 或一個大型的空間裡面去影響我們整個的生活 高雄設計節 後衣時代 有點結束 就太不錯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